Hello 我叫萊姨 今天我帶了一位新朋友來 你好 我是嘉欣傳道 Hello 嘉欣傳道 我記得你好像是新的傳導人 你存在哪個成長班 好問題 其實也有很多個 我有星期六的馬賽成長班 星期日的和平成長班 還有星期日的兩個儀數 還有星期五的BB97 那我就有這麼多 我想問一下 你現在有多少個成長班 我會幫忙忙的宿司 有時候會回喜樂成長班 或者英語成外 星期六有時候會回 星期六晚上的優雀 初宗 和星期五的BB97 所以其實你數著 手指也有四個 看來你一定很熟悉耶穌的說話 有個大挑戰給你的 那你知不知道 關於羊的故事 耶穌說了哪幾個 你說其中一個給我聽聽 嗯 啊 是不是呢 一百隻裡面 有幾隻羊走失了 然後有九十九隻羊落下了 我問你 那我問你 你是那一隻走失的 還是那九十九隻 我是那九十九隻 那你是 嗯 我應該是那隻 露癡羊 什麼露癡羊 即是分不了方向 經常當是塞路 坐車 那樣 所以呢 牧羊人就把這隻露癡羊 救了出來 就放回到九十九隻羊裡面 我們有一百隻羊 可以一起去讚美神 今天我們帶了一首歌 去送給大家的 那首歌叫做 You're a man man 好了 是呀 我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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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摔 在西邊 在山谷音下 我只同行八弄牌 居然也多保重 我只同行三月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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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是煮的羊 不论有时都失去路 还是很乖的在家看 但是住得很疼 我们每个小羊 他会带我们去青草地上 在山谷之下 看海景和山风都很漂亮 他说有主同行 我们也不用怕 所以有时做恶务 或者其他不开心的东西 我们也要跟主人说 我们再唱一次你的歌 好 他e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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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走 抱起头很整一发 抱起头很整一发 抱起头整一发 我们接下来就是讲圣经故事的时间 那你知不知道我们今个星庭 谁帮我们讲这个圣经故事呢? 是A Sir还是C Sir? 其实是B Sir 那我们就一起期待一下B Sir 怎样跟我们讲故事吧 Bye! Hello 你好 各位小朋友你们好 我是B Sir 今天是第一次和你们分享一个小故事 今天的题目是应当寻求耶和华 这个故事是关于大卫王和所罗门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说大卫王召集了一班官员来到以色列 去听一个宣布 原来大卫王要和一班官员去宣布 上帝拣选了所罗门成为下一个的皇帝 耶和华就和大卫说 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软语 因为我拣选他作我的子 我也必作他的父 他若行久遵行我的戒命典章 如今天一样 我就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 是的 这个时候大卫王就和所有的官员说 上帝拣选了所罗门 拣选了他成为下一个皇帝 拣选了他为耶和华建议 在圣殿 大卫王公布了这个消息之后 一定要留一些东西给所罗门 去接触他的皇位 而这一样东西一定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各位小朋友 不知道你们觉得成为皇帝 成为上帝拣选的皇 最重要是什么呢 大卫王留下了什么说话 或者一些物件给所罗门呢 会不会是一张的秘笔 一本的说明书 告诉所罗门知道要怎样去做皇帝 有什么地方要做 有什么地方要留意呢 还是留下了一桶一桶的黄金 让所罗门王可以用 可以去买他想要的东西 去建立一个他想要的一个皇国呢 原来大卫王留给所罗门的东西 是一件很重要 真是很重要的东西 他就和所罗门说 所罗门你要认识耶和华你的神 要诚心乐意地侍奉他 因为他是监察众人的心 知道人一切的心思意念 他还和所罗门说 你若果尋求他 他就一定会被你看到 但是如果你离弃他 他一定会永远去丢弃你的 所以原来所罗门要留下 要记得的东西 就是要尋求上帝 各位小朋友 原来尋求上帝尋求神 是成为皇帝最重要的事情 到底你们知不知道 怎样才算是尋求神 你们有没有每日祈祷 每日和神分享自己的想法呢 可能这些就是尋求神 但是我告诉你们 你只是答对了一半 不如Bsir再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 当你们听完这个故事之后 你们就可以知道更多 这个故事的主角叫做海恩 他很努力地读书 最终成为了一个律师 之后呢 当他成为了律师之后 很多人都找他去打官司 因为只要他接手的案件 那官司一定是打得赢的 那有一日 他的一位朋友呢 需要去打官司 那当然是找海恩帮他打 他说找海恩帮他成为他的辩护律师 那海恩当然就会问一问 究竟你的案件是怎样的 不如你告诉我 这件案件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 那他朋友呢 讲完所有的事情 讲完整个故事给海恩知道 海恩听完之后就说 蛤?这件事其实是你不对的 朋友呢 就说是呀 所以我才找你辩护而已 因为你经手的案件一定会赢的 我知道自己做错 但是我不想输 所以我一定要找你去做辩护律师 海恩这个时候就很烦恼 究竟怎么办呢 他不好意思 立刻拒绝朋友的要求 但又觉得接这件案件 好像不是那么好 苦虜的他唯有 叫朋友让他想一想 然后呢才再回答他 过了几天之后 朋友又来找海恩 而且呢满心期待海恩的答复 是可以成为他的辩护律师 但是想不到 海恩的回答竟然是拒绝 海恩就这么说 啊很对不起啊 我不可以帮你打这个官司了 那个朋友就很紧急 很紧急地问啊 啊朋友又需要 难道你不帮忙的吗 难道 难道我开的价格不够 你放心吧 你要多少钱 多少酬劳 我都可以给你的 你不要拒绝我 你求求你 帮我成为辩护律师 帮我打这个官司 海恩在这个时候 就令了另头 很严肃地回答他 不是钱的问题 我的神是公义的神 他不容许我说大话的 如果我接了你的案件 帮你辩护 我就是说大话 这件事是绝对不可以的 所以我不可以答应你 不可以你 不可以帮你打这个官司了 各位小朋友 原来寻求神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很好的态度 这个态度是怎样呢 就是要明白 认识上帝的想法 刚才那个故事 虎老的海恩 最后是做了什么决定呢 它是根据圣经的教导 叫我们去认识上帝 去寻求上帝 简单来说 寻求神就是认识神 对一件事的想法和心意 大卫在一开始的时候 要将王位交给所罗门 他第一样教的东西 是要教所罗门 要成为一个 上帝简选的好皇帝 最重要的条件 就是成为一个 试试求问神 跟随神的人 同样地 我们都要去学习 可能我们已经知道 要平时要为一些事情去祈祷 希望神可以告诉我们 知道怎么去做 但是往往 只是将自己的想法 愿望告诉上帝知道 而忘了仔细地去听 究竟神对我们的讨告内容 有什么想法 他想我们怎么去做 原来寻求神 第一件事 就是要将生命的决定权 交给上帝 当我们在生活当中 遇到问题的时候 不要着急地去想办法 而是先透过去讨告 把问题告诉上帝知道 亦都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 告诉上帝知道 我们知道你是我生命的主 我们凡事都要学习 如何透过你的引导去到生活 第二件事 虽然我们未必直接听到上帝的说法 上帝的说话 但是上帝的教导和原则 都写在圣经里面 只要我们勤读圣经 按时祈祷 熟悉真理 亦都可以帮我们去明白 究竟上帝在每一件事当中 有什么的想法 有什么的引导 他心意是怎么样 但是当做了所有的事 都不明白的时候 那又怎么办 圣灵是会帮我们的 我们可以向神祈求 我们不明白 求求你告诉我 如何去做 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事情发生 又或者一些熟灵长辈出现 去陪着我们去尋求去找 亦都会告诉我们 我们下一步应该是怎么样去做的 各位小朋友 听完大卫王的故事 和海恩的故事之后 你们要记得尋求耶和华 所以Bsir在这一刻都考考你们 要记得今天的金句 今天的金句我们一起去读 你们应当尋求耶和华 你们神的一切戒命 谨守遵行 如此你们可以承受这美地 遗留给你们的子孙 永远遗孽 在今天的小敬拜完结之前 我想来考考你们的几个问题 又或者你们可以和家人去谈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 朋友请求海恩帮忙 令到海恩这么苦恼之后 他怎么去做呢 海恩作决定的时候 他的考量是什么呢 第二个问题是 你有没有曾经遇过和海恩很类似的情况 有朋友拜托你做一些事情 或者找你一起做一些事情 但是你觉得这件事不是很好 但是又不知怎样回应 如果有的话 就和家人讲一下 当时的情况是怎样 然后你是怎样解决的 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第三个问题是 如果你又遇到好像以前那样 不知怎样的情况 在今天听完Bsir讲了两个故事之后 你会不会去寻求神 想下有没有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呢 在最后呢 Bsir和我们一起去祈祷 我们将今天的学习 透过祈祷去记在心里面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亲爱的主 求你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如何去寻求你 而且很直接正确地去寻求你 在生活当中呢 凡事都尋求你的想法 尋求你的心意 也都懂得怎样去拒绝 一些你不起悦的东西 让我们呢 去懂得在生活 时常去学习 去跟随你 去成为一个呢 你所拣选 你爱的儿女 求你去保守 拖带着我们 也都让我们呢 和家人呢 可以在生活当中 多些去分享 多些呢 去透过分享呢 去认识你更多 求你保守 拖带 以上讨告是奉我主 基督德圣明 自祈求 阿门 好了 今天的小敬拜 来到这里了 多谢大家 拜拜